最近日本政府決定將福島核電廠污水傾倒太平洋 引發中共官方連番炮轟 但有廣媒翻查中共官方資料 發現中國現存的49座核電機組都會將核廢水傾倒大海 就大丫灣核電站放射性物質村的排放 就比日本福島排放標準高出10倍 日本政府在4月13日提出 決定將福島核電廠污存的核廢水 在兩年後經稀釋後排入大海 廢水經過處理後將主要包含一種叫村的放射性物質 經過稀釋每年最多排放22兆貝克液態村 濃度稀釋度每升1,500貝克 即是世衛飲用水標準的七分一 連日來中共不斷批評日本政府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稱 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 日方處理核廢水不應該讓全世界埋單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還在毫無實據下猜測 日本選擇在這個時機做出決定 又得到美國的支持 不排除私下與美國達成某種交易 稱這種行為應該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自由亞洲電台指 中方這樣指責 很快被傳媒打念 在4月14日 香港眾新聞翻查中共官方的資料 發現中國現存的49座核電機組 都是將核廢水傾倒進大海 距離香港只有50公里的大鴉灣核電站 放射性物質村的排放上限 比日本福島的排放標準高出10倍